大家好,我是Ronnie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换了一个背景 因为今天算是比较喜庆的消息 主要有这么三大消息在我眼里 第一个就是吉利德的这个Ramdesivir这个药 基本上已经确认了有效 现在吉利德已经涨到差不多88块钱每股 第二个新闻就是波音准备下周复工 在这个Washington State工厂 第三个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想办法准备着手去重开经济了 准备要复工了 在讲具体内容之前我想先说一下 在昨天我突然发现 这个我的视频就是就是我的视频被搬运到了B站上 我倒是相信是出于善意 但是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做视频 我是特别怕认出来的 不希望被别人认出来 最主要的就是父母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亲属关系 我其实都不太想被人知道 我做视频以来 压力最大的大概有两次半 第一次就是有一位观众他评论说我眼睛像妈妈下巴像爸爸 而且我感觉他说的有那么点意思 有那么点意思 所以我当时就比较害怕这个观众是认识我父母的 甚至可能就认也认识我 所以我当时压力很大 感觉是被认出来了 但是后面不料老师了吧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情况 但是当时真的是 我差不多深呼吸了一两个小时吧 就是呆着什么也不干 压力很大 第二次就是昨天啊 我发现我的视频被搬到B站了 剩下半次就是因为这个我讲Bernie Sanders那次视频嘛 呃引起了一些争议啊 但其实挺遗憾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 呃其实所谓的呃 其实大部分人的评论呀 根本都不是我那集视频的核心观点哈 只是很少的一小部分 更不用说有些人可能有些误会 我从来没有说就是挣钱多的就可以去嘲笑挣钱少的 而是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嘲笑别人 因为嘲笑本来就是错的 只不过有的嘲笑是基于事实 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嘲笑一个300斤的人胖 可能事实是对的 他确实是胖 但是你也不应该嘲笑 但是你如果去嘲笑一个100斤的人胖 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就是不对哈 还有一点可笑 我想表达的观点其实是这样的哈 但是whatever了 随便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主要呢 我是不希望这个做视频让父母担心哈 因为在这边也是学习嘛 而且还是认真学习的也不是出来混的 我肯定还是希望我把这个全部的精力用在学习上 那第二点就是 的确我并不希望和这个中国政府的关系闹僵哈 毕竟这个中国还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玩过哈 我可不想哪天这个不让我进了 我可不希望这个被迫成为反革命哈 我谈论的都是一些我觉得一个比较中立吧 再一个其实都是为了把股市理解的更清楚 第三点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视频 因为我在做的时候只考虑到YouTube的观众嘛 好比我是一个厨师我的客人默认都是特别愿意吃辣的 所以我做了一道很辣的菜 但是却被别人端到了这个不吃辣的人桌子上 我肯定要挨骂嘛 所以说这个多少有点不妥哈 也因此哈我绝对虚心接受这个所有这个B站上的这个批评 因为的确这个我最初做视频的时候就不知道有你们的存在 所以我说话呀什么可能多少会有些问题 这个我虚心接受也向大家道歉 所以呢我说实话这个搬运这个事情啊给我个人带来一些困扰 但是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弄得很严肃哈 所以但是至少我希望这个搬运者能先和我联系一下 我们商量商量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好一点好吧 首先我说一下哈各大航空公司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主要的航空公司与美国政府基本都签订了协议哈 就是已经定下来了要救市了 而且也同意了这个而且双方也达成了协议 但是今天航空公司还是在至少在盘内吧大跌哈 这是为什么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这个合约不够令人满意 其实我当时这个分析的时候其实忘提了我在底下评论的时候说了就是 政府救市是一方面哈但是这个救市方案又不能太坑啊 虽然我现在看到这个救市方案我认为挺好的 但是看样是投资人希望更多啊 目前这个救市方案呢是针对所有公司统计而言的话哈 因为不同公司这个获得的这个救市比例是不一样的 呃统计来说呢就是70%的钱是白给的 这已经很多了白给啊然后30%是以这样的一个贷款的形式发放哈 要10年之内还清并且政府要从这个这些航空公司里拿一些股份走 其实很少大概在1%左右 但是这对投资人或者是对航空公司来说看样他们认为这个很差 所以也可以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现在都是这些航空公司的这个股东啊 其实我感觉这些资本家也挺狠的 我觉得这个以我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够可以了 70%的钱白给你你不要我要好吗 那今天也看到了这个航空公司他们的跌幅不太一样哈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 航空公司他今天的跌幅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像这个United Airlines他们发公告表明现在的这个航空情况是几乎是essentially zero 就是基本上完全没有人做 大家对这个航空业的这个预期又下调了 但是我看到我track的这个那个flight prices 居然还是有一些在涨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我track的时间太近了 就是因为快到了自然而然涨上去了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股权被稀释了 那其中稀释的最厉害的是American Airlines 他们大概的股票稀释了两到三个百分点 所以他今天跌幅也是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主要的十大航空公司里面这个跌幅大概是在这个 百分之五一个档百分之十一个档 然后第二大的就是United Airlines United Airlines他今天好像跌的是最多的吧在盘内 他是因为一方面自己这个被股权被稀释的就比较厉害 是稀释了百分之二左右 并且我说了吗他自己说的这个这个航空业务几乎是零了 所以说这个United Airlines今天表现是最惨的 那相应的其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股权都被稀释在百分之一左右 因此呢我给大家简单排一个坑 就是如果想去投航空股的话 我建议首先就是American Airlines就不要碰了 而且我看到一些分析哈的确American Airlines本来在近五年的这个趋势就是downwards 他这个公司运行的有些问题 而且这个债务呀问题比较严重是几乎是最差的 所以这个American Airlines大家最好就不要不要 那我就给大家排雷排这个American Airlines 那相应的这个Delta呀什么的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Delta首先本来这个相对而言财政就还行哈 当然了你说其他的像这个Southwest像这个JetBlue什么 其实也都可以根据大家具体情况嘛 我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Bailout这个新闻给大家放在链接下面 大家可以去具体查每个公司获得多少钱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分析吧 总之就是那个American Airlines不要碰哈 然后Delta我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靠 当然了因为这个救市方案没有那么理想嘛 所以这个我认为航空业短时间内恢复是很难的 今年年底吧能涨个百分之五十就不错了 以今天的价格来说 大家想着抄底的话 所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哈 你像这个Delta的话年底36块钱左右 估计是这样 那这些航空公司其实在这个盘后都有一个回升哈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波音准备复产 波音宣布准备在下周他们在Washington State这个 就是Seattle那边的哈 那个工厂准备复工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音复工不仅仅是复产这么简单 而且波音他需要尽快的这个根据这个FAA的这个规定哈 去重新改造自己的这个737 MAX 他在这段时间停工直接就导致了他的这个呃 重新被飞行的许可的时间要延后哈 我之前说了大概率是在这个第二季度吗 但是因为这个具体这个复工呃 延期了现在来看呢 我给的预测就大概是可能呃 6月初或者就是第三个季度了 就是还是或多或少会被延期了 但是无论如何下周复工总是一个利好消息吧 那最后一个就是吉利德的好消息哈 呃在大概一个月前吧 我就推荐过吉利德那家公司的股票 当时其实运气特别好 我推荐后第二天好像就涨到了84块多 后来虽然又跌回来了 而且我当时说的还挺清楚的 我当时说的就是呃 他的理想价位大概就是在84块钱 那么如果上到80以后可以设一个80的止损 去追84然后80在84再卖哈 所以说如果你完全当时按照我的那个方案去执行的话 就你现在可能就已经没有吉利德的股票了 但是你当时可以做到一个日日收益超过10%的 但是即使你没有 如果你持有吉利德股票的话 你现在大概率还是不错的 因为现在这个瑞德西韦 距离这个正式上市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为什么我这么看好瑞德西韦 现在大家知道网上其实有很多这个 呃各种各样的言论有支持的有不支持的对吧 有看好的不看好的这样的混乱的这个言论 那怎么分析呢 我必须还是要说你必须要有点政治的闲 对吧我是怎么得到的结论三点 第一点就是根据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新闻以及中国现在发生的事实 因为一些具体情况的原因 我就不分析具体的了 但是通过这些信息 以我对中国的了解 让我认为在中国瑞德西韦是被证明有效的 其实是 那第二个点就是美国的政治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党派的 或者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民主党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想去来去构陷川普 或者是想去让这个疫情变得更糟 反正就是找着理由找事 非常非常的耍坡 非常非常的low 所以说这两党政治真的是有利有弊 因为我估计如果现在是民主党执政 共和党在下面 你说共和党就一定比民主党现在做的体面吗 也真的未必 但是如果你只要有点记性 你就可以想到 当时川普刚刚开始封中国的时候 民主党就是民主党人就说 政治不正确 就是仇中 种族主义等等 并且纽约的市长 他还带头去反抗川普 还做一些行为艺术 带着大家去聚餐 坐地铁等等 然后现在又说川普分得不及时 分得慢了 这些民主党就这样 并且在用药上也一再给川普难堪 比如说Ramadesivor 比如说奎宁类的药物 就是川普说什么 他们都要找事 即使他们这样的会误导美国的群众 会使得更多的人死亡 或者更多的人遭受病痛 他们也不在乎 说实话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不满的 虽然大家看我在笑着说 但是我心里说实话 真的是够无耻的 也因此 就前两个消息 让我认为这个瑞德西伟应该是很有效的 或者你说就是 认为瑞德西伟没有效 或者吹嘘瑞德西伟没有效的这个新闻 我认为都是别有用心的 那第三点就是 你多少还得问点专家吗 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我还是有朋友在这个美国的这种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担任 算是药职吧 对吧 我问了 我曾经问过他吗 他当时就给我两个 一个就是Ramdesivir这个药 再一个就是MRNA的这个疫苗 就是两个东西 现在看来是比较靠谱 所以说这个在外靠朋友 还是要多认识一些朋友 特别是因为在美国 学艺的华人还是很多的 大家应该去多打听打听 当然了 现在就都知道了 你现在打听就没什么必要了 并且怎么样 瑞德西伟这家公司股票不是泡沫吗 你不会大跌 风险很低 所以我当时就入了一些 那可以看到瑞德西伟在这个 这一个月大概涨了30%左右 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和我自己的那个展示账户 我展示账户是36吗 差不多 我那也是 我那个展示账户也差不多是做了一个月 但是吉利德的公司的好处就是风险低 我说过 你买他的股票想跌10%是很难的 在我说的那时候 但是我说了 他的真正的fair value 也就是84块钱 根据我的量化分析 因此现在是已经超过了他的fair value了 因为我说过 瑞德西伟的药 对吉利德的fair value 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他的体量和吉利德这家公司来比 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吉利德现在有这么几个额外的因素 一个就是 整个现在市场是一个萧条的因素 像这种医学公司就会是一种 我们叫safe haven 就是避风险的天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吉利德很多时候是和市场的走向是相反的 在这一个月里 或者是与volatility的走向是相反的 也就是市场好的时候 吉利德就要跌一点 因为大家都把钱拿出去了 去投资别的项目了 觉得要复苏了 觉得准备抄底了 市场差的时候 大家就又把钱买回吉利德 吉利德又上涨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我说了瑞德西韦的这个药呢 是给吉利德带来一些信心 甚至给整个市场带来一些信心 现在整个大盘在盘后是突然涨了3%左右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这才修饰了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别看瑞德西韦现在走得很好 去盘后大涨 但是也多少有那么一丢丢的虚胖 虽然可能也就是三四块钱的虚胖 因此大家明天准不准备出手瑞德西韦呢 如果你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想做这种技术流的 我建议肯定就要卖了 因为超过84块钱就可以卖 现在已经远超84块钱了 如果你真的想去再晚一点这个心理学 去炒一下大众的心理 现在因为大概率 在明天乃至可能接下来的一周 吉利德的股票还是有一个bullish trend 你可以赌一赌这个90甚至更高 但是就设好止损 比如说设一个85的止损怎么样的 现在吉利德的止损可以设得高一点 因为现在吉利德的势头是非常强劲的 一旦它跌个一两块钱 可能就意味着它这个bullish trend就结束了 所以不用设得太低 如果88块钱的话 你设个86块钱的止损都可以 所以说吉利德的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了 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赚钱 你不看政治不懂政治是不行的 那关于波音呢 我虽然没有买它的股票 但是我为了缓冲风险吧 我买了它的上下游的公司 也是现在涨了一点 或者是现在其实大盘都涨了嘛 应该大家都比较高兴 所以我今天心情比较 当然了钱是次要的 因为我一个学生嘛 本钱也没多少钱 你说赚能赚多少呢 对吧 但是我的一些看法和判断呀 现在证明是正确的 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并且这个Zoom现在也是跌了45% 也就是因为这个好像疫情在美国 现在逐渐得到缓解 并且准备要重开经济了 所以大家也就可以 大概有一个预测 或者有一个预算 就是Zoom到底是一家几经几两个公司 那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都发大财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